欢迎来到Hi-Fi 发烧台 欢迎来到辉煌 都是Hi-Fi 发烧台 我今天最主要是与阿东合作 他借一个这么漂亮的场地 给我们玩一下 亦可以有唱片公司提供唱片播 大家听不同音乐 我都会分享一下 选一些漂亮的音乐给大家听 多谢大家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个开心的下午 大家应该知道 许冠奇刚刚做完一场演唱会 听说的口碑也很好 因为我都没有去 听人们说真的补都眉露 相当精彩 既然大家如果去了就当回味 未去就听这张碟 我今天选了这张 这张碟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些是许冠杰的歌曲 亦有一些是歌声 翻唱他的歌曲 叫了一张向他致敬的碟 我今天选了一首 他和欣尼合作的音乐歌曲 跟大家听听 不说什么歌名 你一听就知道 第三首 我便用一部MQACD机 播给大家听 这部机是Luxman D10X 它不单是MQACD 还可以唱SACD和CD 它可以是一部CD player 亦可以用USB进去的时候 唱完所有的文件 当它是简买用都可以 它的质素是极高的 它是用Tekvon底板 加24K金的导体 而且它的导体是一部前级的导体 所以比一般CD机要厚声很多 大家一路听的时候 你会发觉它是 好好呈现到那支碟的质素 所以播放MQACD是适合 这批CD是做得相当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欣赏 接着播放这一张碟 木村好夫 其实如果是叫知心的法销 一见到这四个字 都知道那些录音一定不敢说很好 一定是不错 因为在日本它相当出名 它的玩法是彈结他 但它又不像一般的结他 好像很激 其实很抒情 但它抒情不是一种表现技术的方面 但其实是暗藏技术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高手 怎样说 很多时候彈结他 可能我们法销也会听到一些咳咳声 其实那些在法销来说是觉得个人 但如果真是演绎来计 那些咳咳声其实是一个噪音干扰 所以这些高手牌 可能听不到这些咳咳咳声 真的听到彈的弦声 它真的做得好 这张碟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这张碟已很长历史了 基本上它最主要是谈一些电影音乐 全部都是一些很好听 大家熟悉的音乐 好像有些殉情记 爱情故事 巴比伦 乱世佳人 我今天还有一个教父 我今天选择一首毕业新 里面《Sound of Silence》 第二首 接下来播出什么碟呢 我相信如果你们认识的 应该都有差不多一年多了 其实《Sound of Silence》这些乐队 在1986年开始成立 那时最主要是王耀光 他想参加亚泰流行曲的比赛 他就找一个拍档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实他最初不是找陈德章 原来他是找了蔣志光 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 我也是想想想想 原来最后没有蔣志光出来 因为蔣志光当时已经签了保励金 原来不能去参加比赛 那次比赛 他们赢了第二 知道是什么歌 大家知道是什么歌 赢了第二 不知道 就证明你们年轻 知道吗 你不知道 就是吸烟的女人 证明他和我差不多年纪 就是吸烟的女人 当年吸烟的女人赢了第二 正式进入娱乐圈 即是出唱片 当时出了唱片之后 第一个是出EP 当然有吸烟的女人 相当受欢迎 然后就开始签了唱片公司出大碟 但很可惜 其实就是出了一张EP 出了两张大碟之后 就没有再出碟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黄耀光 开始和唱片公司有些分歧 对于演绎有些分歧 最后他就退出了Vedis Vedis 没有了灵魂人物黄耀光 自然只剩下陈德章 之后陈德章也有出过唱片 但也不是很成功 慢慢就知道乐队已经消失了 我们今天听什么好 《吸烟的女人》 第十首《吸烟的女人》 MQA做主题 我想问阿东 是否播放MQA 这部电视机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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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种颜色 是吗 视乎厂厂做什么颜色 没有说什么颜色 我试过是播出不同颜色 厂厂做这部电视机会 会显示一部电视机会显示 蓝灯绿灯 好的 播下碟 这部电视机会显示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这部电视机会显示 有人在头上听过 但我这部电视机会显示 你会显示 三八八号号 那你要把所有的三八号号号 叫他留起 叫阿明留起了 这部电视机会显示 在新录音 我相信王宝欣 我和你也认识 我认识 那是什么歌 最出名的歌 我认识他的时候 《酒杯敲钢琴》 《酒杯敲钢琴》 这部电视机会显示 最主要是唱别人的歌 我觉得王宝欣这部电视机会显示 识识度很高 一听 我们这么久没听他 一听 你不用说 不用看样子 我都知道是王宝欣 那些感觉 我待会播出一首 音乐有两个人合唱 一男一女 那一男我不说是哪个人 让我听听 猜不猜到 第一首 我会和女海后 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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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 让我说 蔡仔敏 蔡仔敏 接着 听了几张难曲 听一下五位难曲 接着播出这首 Apollo 这是什么碟 这一张碟 其实是一个大提琴 加一个吉他演奏 全部都是玩一些 大家很熟悉的旋律 有些电影有些古典音乐 就是相当好听 待会我播出一首 葡萄莉的《亲爱的爸爸》 《亲爱的爸爸》 其实是一首歌剧里的一首《荣炭调》 那个旋律 我相信一播 大家一定听过 因为很多广告 很多都会用《亲爱的爸爸》 《亲爱的爸爸》 刚才说《荣炭调》 其实是唱的 最初我见到这个歌名 《亲爱的爸爸》 内容当然是讲什么 当然是意大利文 我当然不知道 我以为是《亲爱的爸爸》 当然是多谢爸爸 《养育之恩》 通常都是这样 原来看起来 不是的 知道是什么 原来他忍着他便知道 他知道 原来他便说 爸爸 我想和我心仪的男朋友结婚 叫爸爸批准他 如果不批准 我便会去一条桥 跳河之沙 原来就是讲这个内容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表面 以为是这个意思 原来是这个意思 真的很搞笑 不过今天我播这个 刚才所说的 都是大提琴加吉他 大家去听一听 没有人唱的 不过看看你能否感受到 不过刚才我说的跳河之沙 那样东西 接着就播一下这款 好 这款我以前也是可以 今次又有好声 有点好声 徐小冯 相信都没人不懂 这个都相当出名 我们的老饼一定会懂 我们都很无奈 很无奈 这款是一张精选的碟 我觉得它的好歌都全部在里面 都不用数 不过今天就播第一手 顺流逆流 好吗 这是我们打工人 做生意最想听的歌 对 刚才我都播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听过声音 我觉得好歌都要好音响 今天我特别想了解这双喇叭 这双喇叭是YG Acoustic 近这五年左右最流行的喇叭 都是Magical和YG 它们都是同一个造型 是全铝製造的 整支喇叭是全铝箱 很多人会觉得 全铝的声音会不会很懶 很酷 其实是不会的 他们今时今日教声 其实铝箱都可以教到很暖声 问一下他们 刚才是徐超锋 暖不暖声 我认为暖声 你听过也不觉得是金属 坦白 因为金属喇叭的造价很贵 为了想市场大些 想多些人拥有YG Acoustic 它做了一支叫Pete Series 这是旗舰叫Submit 前面是铝 底是铝 后面是木 做到铝商想要特性 但又可以成本低些 亦比你们想像会暖声 因为这些高分析力的喇叭 其实如果你的信员不行 我说信员是讲的CD 不行就很麻烦 不知道你们 你的泡沙应该没试过 我们这一百年多的 就看过大肚电视机 那年代 你们记不记得 有没有女明星是不漂亮的 个个都漂亮 因为分析力不好 懂得化妆 现在你看看电视机 有多少个女明星是真的漂亮的 这些喇叭一样 如果你的缩组不行 它播得很难听 相信大家没听过一首难听的歌 大家可以听到 刚才的怀元度有多高 它完全是CD的声音 不是它的声音 它没什么声底 明白 那我又播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 音响发烧界有两大名人 不是我 真的不是 我说唱歌 唱歌 一个是琴姐 一个是星爺 知不知道琴姐是谁 彩琴 证明这个是发烧界 星爺呢 不知道 拍戏的星爺 唱歌当然是夏朝昇 未播出星爺之前 就播一下琴姐 其实琴姐在我们发烧界 真的相当出名 但其实她未发烧之前 已经很红 我们之后 因为她那首赛琴老歌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赛琴老歌 令到发烧界 认识她 其实她之前 也唱了很多好歌 今天我选了一首 就是《你的眼神》 相信如果有回来 一定听过她的歌 我觉得她那时 我已经发觉她的声音很漂亮 真的是漂亮 所以更加唱发烧 更加正 尚山仔应该认识 因为很多人翻唱过 是的 你的眼神和合刺 你的温柔 不知道有多少个版本 所以这张碟里面 都有了 他当年的名曲 也有了 那便很划算 正啊这张碟 我不是推销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选哪一首 坦白说 这是best of the best的菜琴 是的 我觉得是以前的菜琴 不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听起来 都是发烧的 这个是再软一点 我反而想听回 那时的声音 而且这支碟 我想很难找 想找到这些歌 所以这首歌 又好声 又有好歌 最后都选回 大家熟悉的《你的眼神》 第二首 那感觉如此深迷 接着听完琴姐 星爺 星爺 到星爺 星爺 我相信 这首歌 是香港发烧界的里程碑 是的 没错 我这么说 我没有夸张 因为当年 未开始用这些翻唱的歌 去做一些靈奴音 其实他就是第一个 第一首歌 原来是1998年出的 第一首歌 就是翻唱这些歌 接着香港本地製作 发烧碟 哇 排山倒海 所以他就是第一人 还扑上他自己 他原本是很幽怨的歌手 出了这首歌 就变成香港着事天王 名图名图满是突失分解说 每部每部都此踏进交叉段 这一张MQA和之前播放的有些不同 这是什么不同 这个呢 先拿它叠出来 好 这个是24K金 即是金碟 通常我觉得金碟会暖声一点 我又想问问阿东 其实这个喇叭下面 有几个脚是原装的 不是原装 原装是很尖的 既然大家问我又说 好 这是喇叭脚 初出的时候 人们都说我瘋 一股脚 八粒 即是中间有个在语船 是的 只会静一静 因为你不在语 你没办法知道它多瘋 一般喇叭 几万元兑 这个脚一套八粒 这个叫LS1.0 一套六万九千八 喇叭脚 有人说加了晓菲 我说加了一套八粒 六万九千八加了晓菲 我觉得不是晓菲 你的喇叭 你会觉得不同了 好像换了一只喇叭 但是喇叭的性格没有变 但是所有的喇叭都强了 然后早前 客人买了一套大高蚊 像冰箱放在地上的 他买不到板 即是M M 高蚊M 抗音机 然后买不到板 他不太重 不可以买任何其他牌子的脚 他说拿喇叭脚来试一下 我拿了刚才大的给他 然后他听完 很好声 不过担得太紧 拿一只肺脚的试一下 记得是有喇叭脚 不应该放在M 一放上去五分钟 立即避线来 然后由那天开始 就开始用这只脚 给后级用 现在卖光了 你今天避线我 我没有货给你 好 播放一下 这张也是MQA的24K金 林志美和Chris Barbita合作的 今天我选择了一首作词人 作词人 大家知道是谁唱的吗 以前是许智安 这首歌是很久之前出版的 之后再听歌词 好像是亲身演绎回到现在的 撞打 就是这样 便递出一首 好 OK 遲了听你细数 你曾迷逃和 那你想跟前途 当我胡同 遲了半秒 若你万分万步在那海滚公园 一上俗人如同共母 这张碟 我相信如果你是发烧友 应该都会认识 我觉得这张碟 真的有很多东西 有什么东西 第一 就是它里面有一首歌 原版有中华民国 但之后国际版就没有 所以之后很突然想找回 原版 知不知道大家 我不知道 这个版本是有的 我们以前的绿色是没有的 这个是有的 亦有一首歌 大家经常说 就是数青蛙 好笑 数到害怕 数到害怕 其实这张碟 是阿鲍比达负责的 我不知是否肯定 据说阿鲍比达也说 其实里面的青蛙声 是按出来的 不是真的在坊山里有录的 即是键盘 那些人数一下 有数几个和几次 原来它是按住 这点不是真的录 不是现场录出来 是纯粹按键 整整整整出来 之后它数青蛙 其实我觉得这张碟 其实真的录音是相当之好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钢琴声 初流都以为是Grand Piano 然后再说是Upway 原来不是 是电子 所以今天的录音 其实技术也很高 真的做到像Grand Piano 原来不是你 原来是电子弱音乐 我都觉得很好笑 每次我数完青蛙 我都要听那段钢琴 是的 都要听那段钢琴声 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玩 这张碟 所以不单止录得好 声音好 亦都有话题 所以今天都要再听一听 到底是爱还是心慌 啊 月光 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没换一部更漂亮的电子机 我便数到九支 之后换一部更漂亮的电子机 知不知道数到多少支 便数到十二支 我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数到十二支 我当时记得玩过 九支机 换一部更漂亮的电子机 真的数到十二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答案 我便数到十二支 你有没有数过 我自己没有数过 那些客人没有数过 我便数到十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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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很好玩 又播了一支 我认为 发烧有喜欢女声 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 我喜欢的女声 就是陈杰宜 陈杰宜这张也是重役 唱一些歌 我为何今天播一支 因为这个只是前戏 待会有一支 你们未听过的CD 播给大家听 先播第一支 今生今世 好 为何除了这一张 因为这张是未出的 我觉得今天你们是 虽然这些歌 其实在网上有 但实体CD是未出的 是说五月投出 所以你们是全港公开播放的 第一班人听到 跟着那第二班 你第一班人听到 即未公开播过 这张是甚麽呢 其实是陈杰宜 当然了 其实她之前 这个录音 没有打算出实体帖 只是在网上串流 有这支音乐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过我的影片 之前我试试的串流 我都会找到其中一首歌 因为我真的喜欢她 而且她真的抢得很好 之后我也有问唱片公司 会不会出实体碟 我的老饼 始终我都想拿出实体碟 所以她追了很久 她就说终于了 因为她知道我追 懶得我追 实体立即对了给我听 真的好 所以我读读诺诺诺诺 所以今天也要播给大家听 这支碟基本上跟网上的版本一样 其实里面有六首歌 其中一首是广东歌 其他首是国语歌 我觉得这支碟其中一个特别之处 大家看到上线寫三十 其实这支碟有另一个意义 就是她入行三十年 叫三十年总结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 我之前在网上登了一张照片 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支碟 今天就揭晓给大家知道 我今天就选择了一首 就是她的广东歌第五首 宁愿地球暂停吧 不要牵强收到花 不想降假 宁愿我伴你共楼 午夜韩剧也别远 急去出假 希望今天我选择的歌 你们喜欢 将来有什么活动都可以 欢迎大家参加 好 多谢大家 记得记得记得 要订阅high five 发烧台 买一下广告 还有下个星期 我有一条影片都在拍摄 如果你嫌疑这对喇叭太贵 那一对也要留意一下 OK 好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